姬红尘待见了,光是进入飘渺宫,都不是一件柔异的事情 姬红尘的腰间别着一块玉佩,正是乾坤造化玉碟 而秦晨此刻正待在造化空间内,感受着外界不断地掠过和搜索之力,暗暗心静 比起姬家祖地的防御,这飘渺宫的防御显得更为可怕,令他心惊 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巍峨耸立的高山,映入了秦晨的感知 这是一座雄伟无比的大山,高可扬指,有异彩缠绕于山间,散发出了无尽的威严之气 让人看了就像膜拜,好像是一尊天神在那里盘坐着 这叫做飘渺山,也正是飘渺宫的所在之地 上官汐儿的道场 这座飘渺山的布局啊,还是秦晨前世帮上官汐儿设下的 这一世再度来到了飘渺宫 秦晨的心中百准千回,说不出来的感觉 他不敢释放出太强的感知 只是释放出了一丝丝的空间力量 混合在红尘五地的气势中,感知着四周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的熟悉 这让他再一次想起了三百年前的岁月 想起了那一晚的绝望 目光也渐渐变得冰冷起来 丝丝寒意从他的身上散发而出 就在这时,一只温软的手掌伸了过来 握住了他的手,让他清醒了过来 如月 转过头,却是姬如月握住了他的手 同时,温柔地看着他 眼眸中有着说不出来的恋爱 此次,姬如月也跟着一同来到了飘渺宫 但是他没有跟着吉红尘 而是待在了乾坤造化玉碟中 前来飘渺宫的自然是在外的人越少越安全 陈上,你没事吧 姬如月担心地看着秦辰 先前秦辰身上散发出来的冰冷寒意 让他莫名地心疼 不知道秦辰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他 内心有些担心 我没事 秦辰摇了摇头 善笑头 前世的一切早就已经烟消云散了 这一世,自己有朋友,有亲人,有爱人 有那么多关心自己的人 又何必苦苦深陷过程之中呢 无法自爬,那是不好的呀 原本怅然的心,瞬间变得轻松了起来 甚至暗暗为上官希尔居然没将自己前世的一些布置给毁掉而有些惊喜 飘渺宫内部的改造越少 对他救出幽谦雪的机会也就越大 此刻,秦辰尘已经登上了飘渺山 一进入飘渺山 秦辰尘就迷失了方向 只觉得到处都是白雾 伸手难见五指 不但是眼镜 连神识,听觉也都一并被封锁了 哼,这上官希尔连我前世布置的天都雾镇都没有撤掉 反而是加固了不少 秦辰见到了这一幕,再度冷冷一笑 这天都雾门镇还是他前世耗费巨大的精力 替上官希尔布置的 当年耗费了大量的材料 也花去了他整整三年的时间 为上官希尔打造了这么一个大阵 天都雾门镇一旦全力催动 后期五帝巨拨也会失去方向的 无法分辨出东南西北 深陷其中 三百年过去了 如今这天都雾门镇已经是有了一些改变 似乎进行了加固和一些变动 但是整体的阵法基础还是当年自己设下的那个 领头之人取出了一件小小的令牌 这令牌一取出来就有迷雾将其驱散 至少十丈范围之内清晰可见 这是缥缈攻赐鱼的信物 一个巡逻小队只有队长身上才有 而且只有他本人的气血才能催动 其他人即便是夺走也是无效的 缥缈攻的防御不得不说实在是太严了 众人在一路向上迷雾散开 前方顿时出现了一座宫殿 红尘大人 请在此稍候 容我先行禀报一下副公主大人后 再带大人进去 带领之人微微行礼之后 而后直接进去禀报了 到了这里面 便是真正的缥缈攻之地了 没有副公主的命令 即便是缥缈攻的人也不能随意带人进入 哪怕是鸡红尘也一样 鸡红尘来过很多遍了 自然知道流程 在大殿外面的石凳上坐了下来 鸡红尘在外界很是威风 身份高贵 但是到了这里 确实连礼都没人礼 独自一人坐在这里 自然是没人前来倒茶什么的 陈上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鸡红尘看到四周没人 暗中传音到了乾坤造化雨碟中 声音有些紧张 不急 你先去见那花陵五弟 按照事先说好的来 然后想办法去见解游千雪 但是不要太过刻意 以免被人看出端倪 秦辰恢复道 却是一点都不紧张 甚至颇有些轻松 爸 西红尘听到秦辰的话 内心也莫名地定了下 有人来了 接下来少和我联系 有事的话 我会主动和你联系的 以防暴力 突然 秦辰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 而后便没了声息 与此同时 听到了后方 居然有动静传了过来 很快就看到 迷雾被撑开 走出来一行人 这同样是一对 飘渺宫的巡逻护卫 除此之外 几个人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中年女子 看上去约莫四五十岁 颇显得有些疯人 嗯 莫秋曼 鸡红尘微微一愣 那中年女子 是莫家的一名核心长老 老牌的强者 早在十多年前 就已经跨入到了中期 巅峰五帝的境界了 如今 再努力地往后期五帝巨拨的境界冲进 称得上是莫家的核心长老 他怎么来这里了 哎 看到了鸡红尘 莫秋曼也是一愣 旋即 目光中流露出了冷意 莫家和鸡家 常年竞争 看到彼此之人 自然是不会很友好的 鸡红尘 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第一时间 就还升到 高高在上 鹤尺出声 他的鹤尺很是自然 在他看来 也是很正常 因为他的年龄 要比鸡红尘大多了 他突破成为了中期 巅峰五帝的时候 鸡红尘 还是巅峰五皇呢 在他的眼里 鸡红尘 只是一个晚辈 鸡红尘目光一冷 淡淡道 这里是飘渺宫 你莫秋曼能来 怎么 我就不能来 你敢这么对我说话 莫秋曼一冷 要知道 他比鸡红尘 成名可久多了 竟然是 都敢顶撞他了 浑身 顿时散发出了寒意 他自然不知道 鸡红尘和莫段明 他们交手的战绩 否则的话 这就不会有这表现了 可惜 莫段明 死得太骚 都没能将 鸡红尘发生的情况 传回去 好了 这里是飘渺宫 可不是你们 莫家和鸡红 和下在这里稍等 我去禀报花梁大人 看大人 要不要见你们 那带领莫秋曼 上来的徐罗队长 说了一句 而后 直接进入到了宫殿 倒是有几个 护卫留了下来 生怕两人 发生冲突 但是 也没有过多表示 毕竟 普天之下 谁不知道 莫家和鸡家之间的那点恩怨 那可是事故 莫秋曼 看着鸡红尘 压制着体内的怒气 只是 来到了另一边的石凳前 坐了下来 不过 他的注意力 一直落在鸡红尘的身上 目光中 蕴含着怒气 他此行前来 飘渺宫 是来求援的 换作别家的莫家强者 或许 是为了家族大事 也会忍下对鸡家的仇恨 可莫秋曼 却忍不下来 哼 西红尘 你们鸡家做事太卑劣了 你们杀死我莫家 莫武吉一事 我们莫家没和你们算 但并不代表这件事 就此结过 他冷喝道 杀气疼疼 因为莫千元是他的晚辈 称呼他为大姑 莫武吉呢 是他的亲弟 却死在了鸡家 这如何能让他不怒 西红尘冷笑一声 哼 我看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莫家差点被 宣元帝国给灭了 你是代表莫家 来求援的吧 还在这里嚣张 难怪会被灭的 你说什么 莫秋曼祸得站了起来 杀气疼疼 西红尘 我看你 也突破中期五帝了 你好歹也是鸡家嫡系 竟然如此嘴臭 有种就与我一战 没种 就闭上你的臭嘴 这也太无耻了 莫秋曼是什么修为 中期巅峰五帝 而且突破都十多年了 一直在想办法跨入到 后期五帝巨拨境境 可姬红尘呢 前不久还是初期巅峰五帝 现在虽然突破到了 中期巅峰 但是估计境界都没有巩固呢吧 莫秋曼这么叫嚣 分明就是想趁势欺负人呢 周围飘渺宫的弟子都无语 都听说莫家和姬家十分敌视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两三句话没说就要比刀 真是要了命 这里是飘渺宫 两位还是安分一些的好 一名飘渺宫弟子忍不住说了一句 当然 鉴于姬红尘和莫秋曼的身份 他也只能是委婉地提醒 阁下放心 我只是向着姬红尘腰战而已 你也听到此人刚才说的话 太过分 莫秋曼对着他行了一个礼 而后冷冷地看向了姬红尘 不敢与我交战 就滚下山去 那几个飘渺宫的弟子也是无语 也劝了 更何况他们也听说了莫家的事情 如今莫家之人估计个个都跟风口一样 害怎么着怎么着 反正这里是飘渺宫 想必他们也不敢太过分 不过就莫家之人这脾气 也难怪莫家会招来如此大敌 我怕你吗 姬红尘呵呵一笑 脸上的表情却是变得森然起来 既然你少揍 那我就成全你 真是大言不惨 莫秋曼怒急反响 区区一个晚辈而已 居然敢说要揍自己 这是哪来的勇气啊 姬红尘伸出了右手 然后勾了勾手指 先揍他 放马过来 反正闲着没事 教训一下莫家之人就当热身了 你找死 莫秋曼咆哮了一声 有若是一头红荒怪兽出事 震惊亿万里 他悍然出手 一拳轰重 天空中顿时有宛若亿万的流行砸落下来 一出手就是杀招 要给姬红尘一个狠狠的教训 反正姬家之人个个无耻之计 就算是废了又如何 姬红尘目光冷然 双腿微微一曲 然后猛地动他 瞬间爆发出了可怕的速度 一道道流光落下 却被他挥拳一拳打包 一侧的飘渺宫弟子 顿时露出了惊讶之词 他们知道姬红尘很强 是姬家二代中最顶级的天脚 身份显赫 但是再强也是有个极限嘛 毕竟突破五地才不久啊 哪怕是突破了中期五地 战力也未必能够巩固啊 可墨丘曼 那可是老牌中期巅峰五地 修为在中期巅峰五地中 那绝对是顶尖的 更何况还多修炼了这么多点 这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啊 姬红尘却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 双拳连回 砸落的刘光 进阶被他一拳轰爆 他已经是杀到了莫丘曼的面前 一拳直袭对方的脸面 莫丘曼也是既震惊又不解 甚至有一股莫名的寒意 这样的实力 在他这个老牌中期巅峰五地看来 还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他自然不可能傻到去挨鸡红尘这一拳 联盟冷哼一声 右手划成了爪形 向着鸡红尘捉了过去 两个人双手撞到了一起 顿时引发出了可怕的暴风能量 席卷向天 划成了怒龙野死 飘渺宫的弟子 眼睛不由地瞪大 因为鸡红尘在这一击上 真的不落下风 甚至还微微占有上风 这怎么可能 我觉得上一次鸡红尘大人来 还只是初期巅峰五地吧 是啊 就算是他突破到了中期五地 哪怕是中期巅峰 这么短的时间里 也未必能巩固住修为 怎么可能变这么强 都说鸡红尘 是鸡家女性弟子中 最杰出的强者 与宫中几位大人都交好 我总算是明白原因了 这等实力和天赋 将来成为巨拨强者 只知可待啊